第283集 到了老炮的门口 正好有一块怪肉横在路上 这时的人已经对怪肉为之如虎了 见到怪肉就赶紧地绕着走 根本就不敢轻易地触碰怪肉 怕给自己带来厄运了 所以啊 怪肉就躺在路的中央 也没有人感动分好 马子大爷看着这块怪肉就说的 这些怪肉其实也没有什么 你们不用害怕 它们现在已经不属于太岁了 现在就先拿这块怪肉 试试我的药粉 说完之后 从袋子里抓出一把白色的粉末 然后撒在了怪肉上 这时奇迹出现了 只见那块怪肉被撒上粉末之后 迅速地融化 渗进怪肉里 然后怪肉被药粉烧得窟窿越来越大 然后怪肉就开始冒泡腐烂 沾到药粉的怪肉变化惊人 很快 怪肉就化成了一滩血水 让人奇怪的是啊 怪肉虽然化成了一滩血水 但并没有难闻的气味 看着一滩血水的怪肉 大活 欢呼雀跃 纷纷夸麻子大爷的药粉神奇 现在对付怪肉 有办法了 大家的心情也不再压抑了 麻子大爷打开大门 抓着药粉 给每一块怪肉 撒上一些 俗话说 一物降一物 卤水点豆腐 那些怪肉 点上了之后 很快就化成了血水 有了降怪肉的东西 整个的屋子里的怪肉 都化成了血水 处理完了老婆的院子之后 麻子大爷把药粉分给了大家 让大家回去自行处理怪肉 就这样 因为太岁引起的风波 彻底过去了 除了荷刹里的太岁庙 别的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虽说那怪肉的风波过去了 但大伙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太岁头上不能动土 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灾祸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 这样的事情根本引不起什么轰动效应 村庄又恢复了平静 大家又可以到大街上消遣了 吃过饭 乡里相亲的会聚在一起拉管 说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一天 我看见我爹早早的就开始打扮了 穿上了一身新衣服 还挂了胡子 一打扮 像是年轻了十岁 我一看我爹的打扮 就知道肯定有什么好事了 一问才知道原来我爹是去朋友那喝酒 我也想跟着去的 可是因为得上学呀 去不了了 我爹临走的时候 我娘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爹不要喝太多的酒 因为他的那个朋友啊 和我爹一样好酒 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喝酒 非得醉倒不可 我爹喝醉了 不是一回两回了 有时候会回来的很晚 所以我娘才担心 那个酒友的家 一般情况下 我娘不准我爹去 可这次不去不行了 因为我爹的朋友 给他爹过寿 这种情况下 我爹不去的话 根本就说不过去 准备了寿礼 我爹骑着自行车 嘴里横着小调 就到朋友家里去了 连走的时候 还说要带好东西 给我和韩哈吃 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 我爹还没有回来呢 我娘就在那里说 一定是我爹喝醉了酒 不然早就回来了 说话的时候 可以看出心里明显的不安 果不其然 我爹像我娘说的那样 一直到晚上 都没有回来 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呢 我爹和我朋友家 都没有电话 很难取得联系 每次这样 我娘都担心我爹 我和韩哈看我娘伤心的样子 就安慰我娘说 我爹可能是在他朋友家住下了 让我娘不要担心 虽然我娘嘴里说着不担心 但从她的表情里 还是看得出非常的担心 由于爹不在家了 我们早早的就睡觉了 当我们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娘忽然说着梦话 大叫着我爹被女鬼迷住了 接着就哭了起来 我听到了之后 赶紧从床上坐起来 这时寒寒寒的 哥 哥快来 咱娘哭了 我一听不是梦话 就赶紧的过去 只见我娘在那里 呜呜的哭 我赶紧的问我娘是怎么回事 我娘赶紧的说 我梦见你爹了 梦见你爹 被你鬼迷住了 我听到这里就说了 不就是一个做梦吗 娘 你有啥好哭的 我娘哭着说 这个梦不一般 我梦见你爹走着夜路 不知怎么的招了女鬼了 他先是到了水里 接着又被一个女水鬼拉着 到了他的屋里 那个女鬼穿着白衣服 长长的头发 长得像妖精一样 你爹都被女鬼迷住了 那个女鬼和你爹说说笑笑 还说要做饭给你爹吃 结果我看见那个女鬼 不是做饭 而是在坟墓的壳篮里 抓了一把土放到碗里 那土都恶心死了 里面有土块 还有许多秋盐 那女鬼端着碗 就给你爹拿过去 你爹那个没良心的 早就被女鬼的面容迷住了 他看了看碗里的东西 然后就不管不顾的大吃起来 我看到这里 赶紧大声叫着不要吃 可你爹装作听不见 一个劲的在那里吃 把一碗的东西 全吃到肚子里了 我哭着叫着 然后就醒了 我听到这里就赶紧说 娘 您那人做梦 我爹那个人不耗色 不会被什么女鬼迷入的 难说 那个女鬼长得俊得很 你爹那个没良心的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女鬼 我赶紧说 娘 就算是女鬼 您也不能在梦中吃女鬼的醋吧 不对 这个不像梦 就像是我亲眼见到的 不行 咱们得去找你爹 没准你爹真出事了 喝醉了酒 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前面就是河 他也会耿着头往前走 娘 咱们这里有好几条河 您知道是哪条河 我看那样子 就是东河 在东河的那个大池塘里 走 咱去找你爹去 我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天就说了 娘 这黑天半夜的 就咱们三个人去啊 就咱们娘仨 大半夜的不能喊别人 这时寒寒也哭着说 娘 我害怕 盼夜地里有鬼 我娘说 寒寒不要怕 你听门外 都已经鸡叫了 鸡只要一叫 鬼就不敢出来了 走 咱们这就走 我听我娘说 这就走了 就拦住我娘说 娘 您先别去 我先找麻子大爷商议一下 听一下麻子大爷的建议 我娘一听说 去找麻子大爷 当时就说 深更半夜的 别去找麻子大爷了 咱们娘仨 自己去找 这次我没有听我娘的 飞快地打开屋门 跑到院子里 一斜眼 我就看到了 大黑的狗窝 大黑消失了很长时间了 一直没有什么音讯 要是大黑在就好了 我只要叫上一声 大黑就会跟在我的身边 保佑我 想到大黑 我不由地愣在那里 眼泪顺着眼角划过 冰凉的感觉 让我瞬间清醒 我这是想大黑 想风来 现在有比想大黑 更重要的事情 想到这里 我赶紧擦眼泪 打开大门 跑了出去 深夜的大街上 没有一个人 黑漆漆的胡同 静得出奇 此时我不再害怕了 顺着胡同 直接朝麻子大爷家里 跑了过去 很快就到了 麻子大爷家里 我使劲地拍着 麻子大爷家的门 把麻子大爷喊了起来 麻子大爷知道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打开门之后 就开门见山地问 我出了什么事 我对麻子大爷说 大爷 是我爹出事了 麻子大爷听我这么一说 当时就焦急地问 我爹怎么了 我语无伦次地 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麻子大爷听完之后说 你娘做的这个梦啊 确实很奇怪 不像是梦 像是灵魂出窍看到的 这件事非同小可 我收拾一下 这就去你家里 说完之后就回到了屋里 穿好了衣服 拿了一根长竹竿 就跟着我一起朝我家里走 到了家里 我看到我娘还在哭呢 韩韩在旁边劝不好 就陪着我娘哭 麻子大爷来了之后啊 并没有安慰我娘 而是直接了当地 问我娘的那个梦 我娘说完了之后 麻子大爷听了赶紧就说 这个事情啊 有点严重 你看清了 是东河 看清了 就是东河的那个 拐弯处的大池塘 那个地方 以前走亲戚经常走 所以很熟悉 我梦见当家的 一路下来之后 到了那个大池塘边上 停了一下 然后就直接 骑着洋车子 冲进了池塘 发痍了一路上 有个车子 треб Independent